不知道大伙最近有没有跟我类似的经历 打开视频网站 然后想看自己喜欢的博主 突然发现他的评论剧炸了 所有人都在骂他 你想知道发现了啥 打开视频 打开弹幕 什么都看不见了 满屏全都是弹幕上线爬 这种词 很快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博主 他就会出来解释回应或者道歉 而我看到的结果 确实不管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解释了什么 结论是什么 这些谩骂都会伴随他们整个自媒体生涯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继续做下去 也有一小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会彻底离开网络世界 相当于在这个网络世界里死亡了 大家好 我是小玩 其实关于up主被锤这个事我早就想聊了 但是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 不管你发表什么样的观点 只要你带有立场 那你这个内容势必会引来 另一批跟你立场对立的一群人来怼你喷你 同时不管你的出发点是好还是会 你的发言本身就可能给这件事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 再一个我个人是最讨厌 所谓的吃人选馒头 我也更加讨厌别人说我吃人选馒头 所以这件事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件之后 我就把它给放下了 但是看到那些曾经用内容给了我巨大鼓励的up主 截二连三的被锤被网爆之后 我觉得无论是作为他们的粉丝 还是作为一名up主 我都应该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我在上期视频曾经聊过 当你的言行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时候 你就应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 这是一个自媒体人或者是一个公众人物 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也正于如此公众对于自媒体 对于公众人物的要求也会更高一些 抄袭矮骂 道德败坏矮骂 这些无可厚非 但其实很多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犯错 或者说只是犯了很小很小的过错 比如说一句话 他没有把意思表达完全被人误解了 比如一个人 他在自己的视频里边或者直播里边 他说我觉得自己长得还挺不错的 那下面这人质疑了 说你的意思就是我们长得丑吗 但其实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他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就有影响号说了 某某某UP主 某某某视频博主 瞧不起长得难堪的人 你又去社会价值观 然后这个人就会被挂出来 大家不明白真相的吃挂寻众 就会一模糊过来 也不管三千二十一就骂了 然后又要人肉你 连你的家人一起骂 最后你会发现 不管这个博主本人 他做什么样的解释 发什么样的PR告 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成为定局了 他已经给你的名誉 造成了不可逆的打击了 那这些骂上的这些误解 可能会伴随你整个自媒体生涯 其实从我的第一期视频到现在 不好的声言就没停过 但是好在我只是一个刚刚起步 全好粉丝加到一起 只有7万的小透明博主 垂我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我是打心眼里 希望自己的频道能够越做越好 而且未来的事情 大家都猜不到 所以今天我就在这个视频里边 给自己上一个保险 很多人在现实中 害怕自己出现意外 会提前做好遗嘱 一旦自己发生了意外情况 所有的资产分配 后事什么的 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实在网络世界 作为自媒体也是一二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明天会不会出现一些事件 让我们突然间就死亡了 或者说突然间就凉了 所以我决定 在这个视频里边 给自己立一个网络遗嘱 不是说我死了之后会怎样 是说如果哪一天 这个账号 这个频道 发生了很多不可逆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点开我的视频 可能都看不见我了 满屏幕全都是上响 在这一天发生之前 在你还能看见我的时候 我先把我自己想说的话 留给大家 因为毕竟是所谓的遗嘱 虽然只是在网络世界里的遗嘱 并不是真实的遗嘱 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脱稿给大家讲出来的话 就会感觉很奇怪 所以我已经提前 把稿子准备好了 今天我就在视频里 把它读给大家 一路陪伴小王养成日记的朋友们 你们好 首先说一句对不起 由于种种原因 可能让你们失望 我不是一个圣人 也从来没选过做一个圣人 我一生中犯过很多的错误 估计怕是拿十个账本 也写不下 别说这里边来捶我 就我自己想捶我自己的话 我都有一千种不同的方法 把自己给捶死 大家都是偶然降落于人士 不可能也没必要 不沾半点尘埃 发生意外后 请我的好朋友们 支持我的粉丝们 不要去因为我 和任何人去争论 吵架 因为在网络世界里 吵架不会有输赢 最终只能让我们的情绪 与生活变得更糟 这是这个世界的自然规律 如果因为公关事件 导致以后再也没办法继续更新了 请你们一定要放心 我不会得抑郁症 也不会出现财务危机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走过什么 一帆风顺的道路 所以再坏的事情 我也不至于熬不过去 在我的众多能力之中 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 是我最自豪的 所以我相信我很快 就能重新开始我的新生活 说好陪各位一起成长 去见证属于咱们的可能性 也许最后要爽约了 但也请大家放平心态 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也许坦然告别 就是我陪大家获得的最后一次成长 人生如戏 这四个字在我成为一名up主之后 被放大了 我见到了很多很多没见过的风景 仅此一点 无论此时此刻我的名声如何 我都不后悔最初的选择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的遭遇 而切于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思考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接纳自己的人 无论过去 此刻或未来 人生发生怎样的变化 都能够活后悔自己的每一个决定 微笑着品位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人生 那就这样嘛 青山不改 浴水长流 各位 江湖再见 小玩儿 2020年3月11日 突然感觉 读完这个东西之后 感觉自己现在没被捶好幸福啊 我要珍惜自己 在互联网世界还活着的时果呢 行了 那咱不多比喻了 好好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吧 我要去准备我的面试了 大家下期再见